第885集 彻底震撼 法尊吸了口气 目光正重 不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他上前一步 珍惜的看着墨兄武 不兄应该知道 我的法天相帝神功 所需要的最佳资质 就是先天灵脉 当初小弟拜师的时候 恩师曾经说过 我们这一脉神功 只有先天灵脉 能够得到流传 让我以后再找传人 宁可将功法荒废入历史的尘埃 也不能滥于充数 所以 必须要是先天灵脉才行 法尊的口气很正重 而且很低的姿态 甚至为此在不留情面前 不再自称本作 而是自称小弟 从那时起 小弟就一直在寻找 但多少年来 始终没有找到 不兄 小弟找这么一个传人 已经找了一万三千年 法尊说到这 叹了口气 顿了一顿 似乎要让这一万三千年 这个概念 在不留情的头脑中 形成一个震撼 一边的各大至尊 都在心中心有 七七言的叹了口气 他们完全能够明白 法尊说的这句话 其中的心酸 其中的无奈 以及苦苦寻找的辛苦 一万三千年 这是什么概念 普通人活一辈子 也不过是一百年 足够一个人 每一世都寿终正寝的 转世轮回一百三十次 他们也完全能够理解 法尊的心情 一个资质好的少年 想要寻找一个名师 乃是难上加难 但只要是有横心 有毅力 世间高手那么多 总会有慧眼识人的 收入门下 但是一个绝世强者 想要收一个完全合乎 自己心意的弟子 却是比弟子找名师 还要艰难一百倍 一千倍 整个九重天 上中下数百亿人 想要在这数百亿人之中 找出自己需要的资质 自己想吧 法尊诚恳的说道 若是不凶答应 小弟终此一生 都不会忘记了不凶的恩德 不管不凶要求我做何整事 哪怕是崩岭陷天破碎虚空 小弟也绝不皱眉头 他这句话一字一句 说得极为郑重 极为诚恳 到了后来 几乎已经近乎于发誓 众人都听得心头沉重 微之动容 完全能感受到 法尊对这样徒弟的渴望 已经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地步 崩岭陷天破碎虚空 这就是这个世界最高的修为 也是这个世界中永久流传的神话 九万年来 就只有两个人能够做到 尘封至尊 流云至尊 若是说至尊就是普通武道中人 终生仰望 渴望不可及的传说 那么崩岭陷天破碎虚空 那就是至尊们终生的梦想 不朽的传说 这样的承诺 不可谓不重 崩岭陷天破碎虚空的时候 会有天危雷劫 会有数不清的危机 随时可能让你万年修为 在一瞬间烟消云散 就算是不留情宁天涯这种人 也未必就能够有惊无险的度过 在那样的天地之危中 不留情宁天涯之流 身陨倒消的可能 也是九成以上 但若是法尊答应帮忙 却能够将那种可能减小到最低限度 甚至可以有九成的把握 让他们安全度过 度过之后 便是既尘封流云之后 又一个永远的不朽传说 和悠久至极的生命 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也是一个对于巅峰至尊来说 最最不能拒绝的条件 众人目光复杂的看着不留情 一方面为法尊的承诺而震撼 另一方面 也从这句话中 真正的知道了不留情的修为 原来他已经到了接近那个层次的地步 不留情哼了一声 莫清武有些不知所措的看了看法尊 小手揪住不留情的衣服 楚楚可怜的求道 师父 你不要将我送出去 不留情顿时就觉得自己的心肝疼了一下 急忙安慰 快小五 为师怎么舍得把你送出去呢 尤其还是送给这样的人 为师宁可把自己的心肝送出去 也绝不会把你送出去的呀 法尊道 不凶 若是答应 我可以保证 丫头这一生绝不会受到半点委屈 若有人敢欺负她 我必灭其满门 不留情七窍生烟的 是件事没得谈 瞧你将我徒底下的 你等了一万三千年 难道老子就等的时间短了不成啊 法尊皱了皱眉头 可是不凶你的功法太也寻常了些 你应该知道 我的法天相帝神功 才是武道中人梦寐以求 天下公认的第一功法 哼 不留情哼了一声 你的法天相帝神功 那是第一功法 那么九节建筑的九冲天神功 你将它置于何地 这句话一出来顿时人人变色 九节建筑的九冲天神功 这几个字 对面前这些人来说 那都是一个巨大的忌讳 可不留情却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说了出来 当着法尊的面 当着九大家族所有领导者 法尊的眼睛眯了起来 沉沉地说道 这么说来 不凶是不准备成全小弟这个要求了 不留情伸出两根手指头 摇摇头 第一 这是我的徒弟 我也是寻觅了上万年才收到的宝贝 绝不可能拱手让出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干掉我 法尊苦笑起来 以不留情现在的修为 谁敢说能将他干掉 一不小心就会被他干掉 也说不定呢 第二呢 法尊心中叹了口气 已经决定要打消自己这个念头 可心中却又着实的恋恋不舍 心道 等到没人的时候 我再找不留情好好地谈谈吧 此刻当着这么多的人 也实在是有些不方便 不留情冷冷说道 第二 就算我答应了 也还有一个人不会答应呢 这个徒弟可不是我一个人的 而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弟子 还有一人 是谁 他另外一个师父 叫宁天涯 一句话说白了吧 这徒弟我只占一半 不留情也只占一半 宁天涯 这个名字说出来 就像一个晴天霹雳 响在众人头顶 就连法尊大人也是瞳孔一缩 眼中的渴望完全消失的干干净净 改成了苦笑 扑通一声 有人坐倒在地 嘴歪掩歇 我了个靠啊 这实在是太震撼了 陈家二组陈梦池 忍不住额头上冷汗又流下来 忍不住的擦汗的手都有些哆嗦 这么说 现在惹了不留情 就等于同时惹了宁天涯呀 我天罢呀 今天真是幸运了 其他的九大家族至尊们也是被震得人养马翻 看着小丫头的目光已经不只是垂涎欲低 隐隐的竟然还有了一丝忌惮和恐惧 这该有多好的命 才能被宁天涯不留情两位站在天下巅峰的至尊同时收为徒弟 宁天涯 法尊大人苦笑起来 知道这个徒弟是没戏了 若是只有不留情一个人 自己还可以运作一些手段 实在不行 宁可拼着付出巨大代价将不留情杀死 也要将这徒弟抢过来 虽然那是不得已才走那一步 但法尊的心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念头 不留情并不是杀不死 只要自己拼着与他两败俱伤 加上执法者长老团 再发动九大家族所有至尊联合 杀死不留情绝不是不可能 但这个徒弟还有宁天涯的份 那这份计划就彻底的行不通了 并不是说宁天涯比不留情难对付 而是宁天涯与不留情二人联手 已经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这两个人在一起 就算法尊也要退避三舍 若说天下间最强的组合 在此之前人人都知道乃是月灵雪和风雨柔 但是现在肯定要改变了 宁天涯与不留情已经共同传授一个徒弟了 那么两人的关系还用说吗 或者可以这么说 若是有一个人修为与不留情不相伯仲 两人决战唯有同归于尽这么一条路 但若是决战的时候 宁天涯站在不留情身后 那么可以肯定的说 宁天涯甚至都不必喘气 不留情就会必胜无疑 哪怕法尊再是自负 也绝不敢说 自己面对宁天涯与不留情的联手 尚能不败 开什么玩笑 这两个人联手 他能逃得出性命 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要是发动九大家族来围剿这两个人 法尊不让自己再想下去了 因为那必然是一场惨烈大战 而且打到最后 胜利者都不一定会是自己这方 原来这个徒弟英雄也有份 既然如此 是小弟唐吐了 法尊有些不舍的看了看墨清武 不留情顿时有些不爽 我的徒弟你就要抢 宁天涯的徒弟你就不抢了 老子跟宁天涯相比 就相差这么多 不留情皱起眉头 有些不善的看着法尊 法尊苦笑 不凶 你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不留情怒道 我哪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 我介绍徒弟跟你们见面了 你们这些长辈 居然没拿出点见面礼来 太没面子了吧 众人一阵绝导 我看 你收了这么好个徒弟 我们羡慕嫉妒恨还来不及呢 你居然还来找我们要见面礼 见面礼 墨清武歪着头看着自己师父 黑白分明的眼珠一亮 师父 真的有见面礼啊 那是当然的 不留情打定了主意要敲竹杠 太好了 这么说 你要将我送出去的事情 我就不跟宁师父说了 小罗里欢天喜地的说道 可别啊 我的小姑奶奶要 不留情顿时就狼狈起来 刹那间就矮了半截 这事你千万不能跟宁天涯的混账说 要是说了 那老贼非找我拼命不可 墨清武快乐地笑了 不留情刹那间有些气急败坏 拉着徒弟的小手来到法尊面前 叫唆道 叫师叔 师叔 墨清武甜甜地叫了一声 伸手 墨清武很乖巧地就伸出那白奶奶的小手 两朵花一般地绽放在法尊大人的鼻子底下 抬起头来 惹人怜爱的眼神就看住了法尊 师徒两人一个不要脸 一个天真无邪 配合的当真是天衣无缝 被这样一双眼睛看着 哪怕是再吝啬的人 恐怕也要开始掏腰包了吧 法尊哭笑不得 都到了这种地步 还能怎么办呢 遇到了不留情这么一位滚刀肉到极点的货 自己就算是法尊 又能怎么办 相见即使有缘 小丫头啊 我真的挺喜欢你的 法尊慈祥地微笑着 从怀中摸出一块木头 手指中指那么粗 那么长 塞在莫清武的手里 这块木头你拿去玩吧 丫头啊 以后若是对你师父不满了 千万记得来找我呀 我就住在执法城 你只需要到了那里 说出你的名字 就会有人带你去见我的 知道了吗 虽然明知无望 法尊还是没有放弃 翘翔脚的心思 若是你们徒弟自己离家出走 那就怪不得我了吧 不留情翻着白眼看天 心道 老子快要把这小姑奶奶 当祖宗供着了 他会跳槽到你那边去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哦 莫清武手里拿着这块小木头 顿时有些失望 金不住就有些付费起来 小鸡鬼 没见过给人家见面礼 居然给小木头的 而且还这么小一块 虽然是星光灿烂的 很是惹人喜欢 可木头就是木头啊 第885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